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卖烧饼为生 男的叫朱大智 女的叫苗凤莲 在他们店旁有家城里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王继酒馆 王继酒馆有道特色菜一会先远近闻名 这道菜每天只做十道 调足了吃货们的胃口 据说这道菜用鲜嫩的老鼠肉做菜 吃过的人都称赞是人间爵味 回味无穷 说起王继酒馆的老板 却不像表面那么风光 他虽然家财忘惯 却是孤苦一生 有算命地说他客妻客子 妻子三十岁时去看花灯溺水而亡 儿子二十年前充军失去下落 三个女儿们又嫁得太远 对他不管不顾 在他生命尽头 多亏朱家夫妇照料才得以善终 在老头子厌弃前一天 他认了朱大智为刚儿子 并把王家菜的手艺传授给了他 料理完王老头子的后事后 朱大智和媳妇商量 这店铺日后 真有王家人找来怎么办 媳妇给他出了个主意 反正朱大智打小就是个孤儿 为了把王继菜馆接手过来顺理成章 索性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姓 对外宣称他是王老头子的亲侄子 这样说王家人找来也不理亏 王大智很会做生意 他接管酒楼后 先将原来的菜价调成了平民价格 扩大了客流量 又开始招商融资 准备在县城开第二家店 十里路外的钱庄老板左大贵 慕名找王大智合作 因为他俩志趣相投又能互相扶持 左大贵成了王家菜馆的第二大股东 除了菜谱他不知道 店铺的运营情况他基本了然于心 他与王大智把生意做大后 经常在一起花天酒地 一日王大智三杯酒水下肚 左大贵凑近说 王兄 嫂子最近可有喜呀 王大智愤愤地说 别提了 你这嫂子肚子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左大贵又压低嗓门问道 上次李掌柜开的那个药方 嫂子吃了没 王大智不假思索地说 吃了吃了 还招你嫂子埋怨了 他说自己没病 还愿我是没把的葫芦抓不住 左大贵一听 打趣地说道 再好的种子遇到汉帝也没辙 王兄 你这庭院几十路 就没考虑那个妾室吗 这句话戳中了王大智隐秘的心思 脸疼得红了 他小声回道 兄弟 休说这样的话 让你嫂子听到不高兴了 左大贵知道王大智是个爬耳朵 但没想到他惧怕妻子到如此地步 他却王大智在家要阴气一点 惯坏了女人 在家里就没有地位了 其实王大智有钱后 早就有了纳妾的想法 只是苗翠莲贤得本分 陪他白手起家任老任要婚后 除了没有生育儿女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纳妾 听左老板这么一怂恿 他的良心瓦解 纳妾的小心思再也按纳不住了 他赶忙向妻妾成群的左大贵 讨要个无双的计策 谁知被左大贵狠狠奚落了一番 自古以来 女子从夫无后为大 他多年来未为你生下一儿半女 就是他最大的错 换作是我 早就把他修了 被这话一击 王大志也想起自己多年膝下无子很没面子 在外人眼里恐怕他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废人了 于是他鼓起勇气回家 向媳妇说了自己的意愿 没想到苗翠脸哭哭啼啼一番后 竟然允许了 他对王大志说 那些可以 但是不准沉迷男花女爱 忘了正见营生 王大志娶的二夫人崔小蝶是左大贵介绍的 这个崔小蝶原本是乔东透李木匠的三女儿 后来被父亲卖进青楼换钱 但是这个姑娘心气很高 只想攀附权贵 不想流落封尘 左大贵看到这个小女子善歌舞 又懂情义 所以就买到自己店里做事了 这姑娘性子机灵 二八年华 名谋善赖 一张巧嘴很会讨顾客欢心 王大志早就对他按送丘波 知道左兄介绍的对象是他 心中也是窃喜 娶了娇妻后的王大志 脱胎换骨一般 为了尽早抱上儿子 没日没夜与妾室进行雨水之欢 苗翠莲将日渐颓迷的丈夫 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她宽慰自己等到夫君有了孩子 就回心转意了 王大志大婚后 淡化了对店铺的管理 她与左大贵结伴为异性兄弟 并把制作一会先的秘诀 传授给了他 兴许是觉得对不起妻子 王大志将老店铺交给妻子苗翠莲管理 一时间 两家店铺都被打理得红红火火 半年后 妻子和小妾接连怀孕 王大志觉得喜上加喜 走在路上时常哈哈大笑起来 有位道士在人群中端详了他片刻 走到王大志跟前脱口而出 你印堂发黑 要倒大没漏 跟随的下人勃然大怒 我家老爷有福气得很 你胡说八道什么 王大志试一下人不必理会 丢下一定碎银潇洒离去了 此日 一行车夫吃了王继酒馆的饭菜后 扁上偶下血 嘴唇发紫 这病也不是平常的利基 奇怪得很 不能见风 不能见光 听到声音耳朵便会剧痛无比 经过郎中诊断 他们食物中毒了 作为菜馆的大掌柜 牙役把王大志压到了地牢审讯 官府传话 若是三日内有人毒发身亡 王大志就以杀人罪论处 苗翠莲得到这个消息 脑袋一热 差点晕厥过去 崔小蝶忙扶着她 泪眼盈盈地安慰道 姐姐 现在咱家就剩下你一个主心骨了 你千万不能倒下 苗翠莲强称镇定地说 妹妹 没事 我一定会把大志救出来 弟爱甜甜微量 苗翠莲包好银子 带着家丁去找左大贵商量办法 她和左大贵带着银两河郎中挨个拜访那些中毒的车夫 探着昏迷不醒的车夫 郎中也探到这病太怪太难 一个个吊着一口气 不死不活 半天下来 苗翠莲一无所获 回想起这群马夫怪异的病状 她不禁怀疑这群马夫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于是她叫上几个家丁 陪她去山上找修道之人瞧瞧 其实城中的山上并没有什么有名的道观和庙语 但是传说在山崖下的洞穴里有位伴仙在修行 她先锋道骨 人心宅后 新善新城的人去求她 一定会给指点迷津 傍晚 苗翠莲和两个家丁在崎岖的山路上夺步前行 转眼间夜幕拉下 家丁回去叫人了 苗翠莲仍然屏着烛火在山中寻找仙人住的洞穴 走了几百步 怀孕深重的苗翠莲找到一块青斑石卧下休息 双眼微闭之际 隐约传来小孩子的声音 母亲 别找了 那些人已经得到飞声了 苗翠莲听到有小孩与她对话 吓得一机灵 声音颤抖地询问 你是谁 不要躲躲藏藏地吓我 快出来 这时 声音又响起 母亲 我是你肚子里的孩儿 你不要害怕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望向你的左脚边 苗翠莲抬起脚 向左边一探 踩到了一个柔软的东西 她低头一探 是一只雪白色的狸猫 她轻摇了下狸猫的脑袋 又凑近一些 试探鼻息 竟没有一点回应 她猜想这只狸猫已经咽气了 她给狸猫翻了个身 发现身体早已僵硬 爱 可怜的小猫 若是我能提前几日上山 就不会让你在这荒山野岭 饿死冻死了 苗翠莲用怜惜的语气说道 咱们也同是可怜人 我那夫君要是活不成 我也会到地府陪她 到时不巧咱们就见面了 在这荒郊野岭 能有活物生存 想必也不是等闲之辈 想到这 她扶着腰 拖着笨重的身子 吵着狸猫的尸体磕了三个头 如果这里有神仙 就祈祷你下辈子 脱身到个好人家吧 苗翠莲抬起头 狸猫的身体 突然泛出猪白色的光芒 她想这狸猫也是通灵性的 既然遇到就是有缘 她不忍看到她的尸体 被鸟泪蚕死 于是苗翠莲决定 给找一个安全之地 把狸猫的尸体葬了 天大亮 王府的下人 见苗凤莲还没有回来 便出门寻找 赶巧遇到牙翼 在街上张贴告示 上面画着王大志的人像 鲜红的沙字 符印在画像中间 牙翼扯着嗓子 通知路过的老百姓 有人发现苗翠莲 可有悬赏 下人们一听慌了 这下完了 王掌柜被砍头 苗翠莲再进去 这辛苦经营的家业 恐怕要散了 从山上下来的苗翠莲 仿佛失了魂似的 在街上游荡 跟下人见面后 得知丈夫明日将被砍头的消息 这下她的心彻底凉了 苗翠莲主动去了一趟衙门 因为有不在场的证据 她很快洗脱了嫌疑 官府看她也有几月身孕 就把她放了 深夜 有人扣响了王家门环 一个轻瘦的白衣和尚不请自来 她对苗翠莲说 她能帮王家化解这个危机 苗翠莲含泪挤出一丝笑脸 她心中知道这件事情已无转机 但也让下人备好摘饭和茶点款待和尚 白衣和尚本就不想久留 她婉拒了苗翠莲的热情款待 并从衣袖里掏出一个刻着白子的药葫芦 夫人你若信我 明日就将这样玩 围到那几位中毒的客人 他们中的不是寻常的毒 而是用妖术炼化出来的古毒 吃完药再用黑狗血 和尚说道 苗翠莲无奈地说 可是要救的人已经断气了 和尚向前一步说道 断气没超过一日 仍有生机 苗翠莲看和尚言语恳切 领会了和尚的好意 但她身旁的崔小蝶却十分怀疑 她上下打量了和尚一番 美好气地回呛道 大师真实医术高明啊 还没看到病人就把药放开了 若有这本事 怎么没在这线上听说过您的大名 和尚不予理会他 淡淡地说道 船渡成星客 佛渡有缘人 话音刚落 白衣和尚便拂袖离开了 下人忙去送客 送到门口和尚化成白影飞上了青天 崔小蝶健壮下的跪地 毕恭毕敬地念了几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苗翠莲也磕头邪恩 心想 若是有菩萨搭救 丈夫就有救了 次日 那群车夫吃了白衣和尚赐给的药后 从口中吐出了一条蛊虫 越是病重的人 吐出来的蛊虫就越长 这种蛊虫只产于西域一带 王大志夫妇从未离开过京城 便洗脱了嫌疑 王大志被放出来后 城里的百姓都羡慕他娶了个好妻子 在府衙门口抬轿的下人们 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王大志因为那妾这事 对妻子一直心中有愧 经此一世 他也愈发看重与杰发妻子的情意 苗翠莲看到丈夫回来欣喜若狂 其不相言 却被小妾崔小蝶一把拦下了 他谄媚地笑道 老爷这一趟老狱只在过去了 快拿黑狗血来 轻轻挟气 王大志被崔小蝶吓了一跳 他吓一时胳膊一挡 黑狗血全部泼向了苗翠莲身上 只见苗翠莲的颅顶冒出了一团黄烟 待黄烟消散之时 苗翠莲晕了过去 王大志赶紧找郎中给苗翠莲看病 再扎了太息 银泉两学 放出几滴血以后 苗翠莲缓缓张开了眼 郎中向王大志拱了拱手 说道 王老板祝贺你啊 瞧这卖相 你家夫人怀了双生子啊 王大志很是高兴 当即换来好兄弟左大贵分享喜讯 他命下人们准备家宴 家宴前半个钟头 左大贵就从后门来了 崔小蝶拉着他匆匆进了片房 没过一会儿 左大贵扶着腰走出来 在赶往堂屋时 王大志与他迎面撞上 疑惑地问道 左兄这是怎么了 左大贵故作镇定地说道 前几日我跑到山上找卓华道长 为你求了一道福 不小心从山坡衰落伤到了腰 王大志听后 感动不已 亲自把左大贵扶进了堂屋 并嘱托这些事交给下人去做即可 左大贵很委屈地说道 这个道长是个怪脾气 你要勇求于他 必须亲自拜访才行 王大志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人 急切地问道 当真有这么灵吗 别在背后嘀咕他 他会知道的 左大贵嘱咐道 这件事自此在王大志心里 埋下了一颗种子 他心想得空一定要去见拜见这个高人 六个月后 苗翠莲和崔小蝶都到了临产期 因为苗翠莲是高龄产妇 又加上怀着双生子 王大志总是提着心 店里生意不忙的时候 他就翻看着医书 研究着各种安胎的药膳 一日 王大志在给苗翠莲围要膳时 苗翠莲突然腹部剧痛 口吐黄水 王大志请来郎中给苗翠莲诊治 郎中说苗翠莲大陷将治 假如分娩 恐怕要已失三命 王大志听完这话又悲又犯 把郎中轰走了 王大志按着医书记载 对苗翠莲一番诊之后 确实发现他迈向凌乱 气息微弱 情况很不乐观 崔小蝶在一旁提醒王大志 别忘了卓华道长 王大志突然想起来这号人物 立马前往蜀驼岭去寻找这位高手 当王大志离家之后 崔小蝶表面对苗翠莲关怀被治 其实心里打敌是另一套主意 左大贵听闻王家的事情 也抓了几副药特意来看望 他看到苗翠莲游进灯窟的样子 就故意提高嗓门说 嫂子 你真是福大命大 卓华道长调制的丹药到了 快快服下吧 许久之后 苗翠莲张开双眼 看到左大贵手中的药 疑惑地询问这样何时取来的 此时左大贵故作悲痛地说道 这是我那好兄弟 你的好丈夫 王大志用命换来的 苗翠莲着急地问道 大志怎么了 崔小蝶倚着床柱 忽然泪水盈盈地看着苗翠莲说道 大志再到冠为你求福 让下人带要先走 不料他抄小鹿回家时被强盗杀害了 左大贵见苗翠莲眼眶红了 眼珠子一转 说道 嫂子快把药吃了吧 这可是王兄用命换来的 如果你能为他生下一儿半女 他在地下也能宽慰了 苗翠莲突文恶号 没了求生的意志 他一边无力地抽气 一边剧烈地咳嗽起来 身旁的崔小蝶连忙倒了一杯药水递给他 正在苗翠莲喝药之时 因为下人连滚带爬地闯进了房门 喊道 老爷回来了 老爷回来了 左大贵和崔小蝶面面相去 一脸惶恐又震惊 当完整无缺的王大志向他们走来时 左大贵脸色一白 脸部肌肉不自觉扭到了一起 一个被自己亲自砍下脑袋的人 竟然复活了 崔小蝶神色倒是转变得很快 抹着眼泪往王大志扑去 但是被王大志一脚踹开了 王大志极言吝啬地说道 是不是和纳闷我究竟是人是鬼 今天我拖着一口气 来和你们这对肩夫淫妇做个了断 崔小蝶假装哭得梨花淡雨 左大贵倒是镇定自若 他冷笑一声 拍拍手 在打扫院落的几个奴才 立马把门关上了 他朝院内喊道 来人 把他给我绑了 四个三百眼的奴才走了过来 说道 老爷 得罪了 三下午除二 王大志被绑在了床柱上 故意让他挨着奄奄一息的苗翠莲 崔小蝶此刻也不伪装了 投进左大贵的怀里尽显暧昧 左大贵用眼神示意吓人们退下 左大贵给王大志松绑 从怀里掏出一颗药丸 让王大志给苗翠莲扶下 王大志没有动作 被左大贵一脚踹倒 这个时候 崔小蝶递给左大贵一把尖刀 阴狠地说道 何不一气解决了他们 左大贵叹了一口气说 今日是我们派的消宫日 不能见血 这样吧 你帮我解决他们 崔小蝶像只被操控的傀儡 一脸木然地接过了刀子 见崔小蝶逐渐靠近 王大志默念咒语 咒语生效 定住了他 左大贵一脸恶然地望向王大志 你到底是谁 王大志说道 鼠妖 渊渊相报何时了啊 当日我破了你的鼓毒 伤了你的脊骨 你为何还不惜取教训 放下仇恨呢 左大贵缓缓地扒开人皮 露出獠牙 狂笑道 你们王家虐我同类 使我同类时 可曾有悔过之意 我只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罢了 王大志说道 原有头占有主 我的命我还你 可是我的妻儿是无辜的 你为什么不放过他们 左大贵冷笑了一下 咬牙切齿地说 我的痛苦 就要让你们百倍千倍偿还才过眼 画壁 左大贵发功 一直被他用妖术操控的崔小蝶 清醒了过来 他害怕得又喊又叫 左大贵一掌把他击飞了 既然你执迷不悟 就留不得你这个祸害了 雷电交加之时 两个修行者以气化身 变成了原体缠斗 雷声咒 雨声急 一只雪白的猫用锋利的爪子 划破了鼠腰的胸膛 打斗愈演愈烈之时 苗翠莲在屋里 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 恐怕是要提前分娩了 白猫收手 飞速回到苗凤莲身边吐出内丹 恩人 你快张口服下 你现在还不足月 生下孩子必死无疑 有了内丹的助力 苗翠莲的肚子慢慢恢复了平静 但是白猫却痛苦万分 它躺在地上挣扎 从有形变成无形 在魂魄飘零欲碎之时 又重生了 看来猫有九条命是真的 王家的下人 听到声音纷纷来到窗前张网 他们看到钱大贵倒在地上 且是一具鼠头人身的尸体后 惊恐着跑开了 恢复成人形的白猫 短暂休憩后 化成了白衣和尚的模样 他告诉了苗翠莲事情的真相 王大智因为杀戮了太多鼠类 用生命换取钱财本该早死 但是苗翠莲心善 感动了白猫 才让她出山来解决这一桩恩怨 其实她本可以不用下山的 只因在苗翠莲身上的保护符 被黑狗血破掉了 所以她才要亲自动手 不过苗翠莲的丈夫终究是死了 表面死于鼠妖的暗算 其实死于业障和因果 苗翠莲听后悲痛万分 但是心里也明白因果不空的道理 她听从白猫的劝告 从此积德行善 她停掉了店铺的生意 也不记恨鼠类 在县城开了一家斋饭馆来迎生 在她分娩之时 又有郎中预言她将难产而死 但是她却扶大命大活了下来 有到使用终于之术推算后 叹道 夫人有高人在给你虚命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